日前,19位登上热搜的郑爽,再度出引起关注,先是传出与前任胡彦斌私下见面和的消息, 招呼叶并发完否认之后,又被曝出于这就是铁甲赛事总监张恒正在恋爱中,短短几日,连接行决几个新闻头条,话题女王的称号,真是当之无愧。 28号凌晨,张恒突然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只DIY过的女士运动鞋,并留言, Bubble, I hope you are my one last station, and I hope the hope is not just a wish。 气泡,我希望你是我的最后一站,而且,我希望希望不仅仅是一个愿望, 据粉丝解答,鞋子上的knit air,等于优,意思是,需要你就像需要空气呼吸一样, 再加上上面一段不落势所的情话,这样一会的甜蜜告白,真是没点文化都看不懂。 据悉,郑爽这次爆出的新闻友张恒是上海富二百,今年28岁,目前是创科星球的总监, 在《这就是铁甲》等节目中,有参与到投资和制作。 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家事和能力都非常不错,张恒本身颜值也不差, 身高有185家,男生高富帅兼十八应梅,与爽妹子十分般配,在被曝光的照片中, 郑爽与张恒的关系,看上去致实不普通,郑爽看到张恒时笑开了花, 帮着张恒的手臂如小鸟衣,人,而张恒对郑爽也很是宠溢, 一只手圈住郑爽的肩颈,撑着伞护住郑爽, 不识欺慰她的头发,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甜到八寒,虽说恋情是这两天才曝光出来的, 在不少郑爽的忠实粉丝表示,又提前猜到了恋情, 表示在粉丝群中看过两人去吃饭的照片,并且笑称她是张嫂子。 其恋情曝光后,不少郑爽的粉丝都表示, 无论是外观和整体条件,对郑爽男友都很满意, 男生虽然是富二代,但打扮还算纯服,不戴手是手表, 比娱乐圈的男生们和浮夸的富二代们可爱多了, 并且郑爽一直渴望能够光明正大的牵手拥抱, 像普通人一样谈恋爱,而张恒完全实现了这一点, 对比起来,张汉胡彦斌都输了,不过,整件事下来, 郑爽,胡彦斌等人都被带一波节奏, 反倒是张汉,每次郑爽爆出新闻,都要被扯进来被粉丝骂, 郑爽传与胡彦斌复合时,汉爽VP粉跑到张汉社交网站下, 则怪他为什么不把他追回来,而到郑爽爆出新恋情时, 粉丝又去责怪,他为什么舍得放郑爽走, 总之,郑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张汉一定躲不掉, 就连他身边亲近的女生,都要被带起来一轮一波, 这次张汉晒出女鞋向女友前面告白, 想必张汉不仅怨情,可能连外形和能力都要被对比攻击一波, 分手这么久,还活在前女友阴影下的人, 真是被张汉莫属了。